开车出门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方式 春节一过 又到了开车上路的高峰期 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特殊时期 私家车如何防疫 一起来看看吧 一般情况下 私家车不需要消毒处理 位于空旷场所时 开窗通风换气 正值冬季 需要当心车内外温差大而引起感冒 位于地下停车场等密闭环境时 建议关闭车窗 打开空调内循环方式进行通风 司机和乘客从公共场所返回车辆后 应对手进行擦拭消毒 在用身体健康状况不明的亲友搭乘后 即使开窗通风 并对车内相关物体表面进行消毒 物体表面可选择含氯消毒剂或消毒湿巾擦拭 双手可选择含纯素干手消毒剂擦拭消毒 可疑症状者搭乘四驾车时 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尽量与同车人员保持距离 不要开启空调内循环 适度开窗通风 可疑症状者下车后迅速开窗通风 并对其接触物品表面进行消毒 若私家车搭载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 应在患者下车后 及时做好私家车的中末消毒 包括物体表面 空调系统等 消毒处理时发动汽车 并打开空调内循环 具体消毒方式 由当地疾控机构的专业人员 或有资质的第三方操作 没有消毒处理前 最好不要使用 其他同乘者为密切接触者 应接受14天医学观察 科学防疫从我做起 恐个是一套部份 幸福基因还有必要的 并且感染症 并且感染症